各位现场的企业家 朋友们 主持人 大家好 我叫宋伟峰 是一位爱好音乐的摄影师 我曾经创作的歌曲作品 在全国各大音乐网站的 点击率超过百万 我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一颗金子 我其实就是一块废铁 来此栏目 想求职一份 文化传媒或启轩等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干嘛要把自己说成是一块废铁呢 我觉得废铁有很多优点 什么优点 其一 废铁可以回收再利用 其二 我觉得废铁的生殖空间比较大 它经过练钢场的断打锤炼 它可以成为钢材 还有其三 我觉得废铁有任性 有担当 我觉得黄金呢 本身它只是徒有其表 它的实用价值并不高 而废铁 我们在默默地自己的岗位 坚持自己的工作 认真地完成 就算我们粉身碎骨 我们一样还是可以重新再 回收再利用 你说你创作过的朋友最珍贵 废狗首页一周的榜首啊 点击率一百万是吧 对 你是学过这个吗 以前学过音乐 但是作曲没学过 就是后来自己研究的 那你自己做次作曲 录这个东西得花多少钱 你创作音乐 一首作品一万多块钱吧 那你这挺贵的 省着点吧 人家就平时积了点钱 你平时干嘛 以前做过农民工 教师 广告工人 推销员 业务员 还有世界五百强的CEO 没做过 前面全做过 还挺有意思 默默一下 也就是说你都干的很多基层工作 对 但特别喜欢音乐 所以你把你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都投入到音乐呢 百分之五十左右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你老婆干这事 我老婆不支持 肯定不支持 她总是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者是企业宣传策划的 这个你干过 没干过 我想试试 我们这有一家 专门做活动策划的 你知道是哪家吗 我不知道 那你没有做过了解和准备的是吧 我了解准备了 但是我搜了好几个 你不知道 你还这下就要准备了 这个场上只有一家是专门做这个 而且做得很好 叫银朗文化 你不知道 银朗文化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做活动的 银朗文化 我知道银朗 这小子你做事你一点不靠谱 刚上来的那会儿那一生正气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儿男 你一点不靠谱 老师批评的对 那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一个月怎么也万块钱吧 你都没干过你要万八块钱 我说他主要还能还得还价呢 是啊 老老师是告诉我底薪多少 底薪我觉得在北京或者上海这种大城市 咱们得六千以上 有一厢企业吗 想去哪家 我比较钦佩祖总 向他学习 对 你们的气质很像 除了肚子健那还想去哪 主要在场的只要是美女 学家们都想去试一试 你咋不正经 不是 你讲讲你的心理 为什么是美女老板你都想去呢 调侃一下嘛 我感觉我不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来调侃我们了 不是来调侃你们的 因为刚刚主持人问这话 我第一反应就没话了 我就没词了 我不太喜欢他说 我想去那个美女企业家的企业都行 因为他是一个有家事的男人 就是这一点上 我作为一个有家事的女性 然后我觉得对你有一点质疑 我希望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 这种表达可以尽可能地免 我说的意思 其实就是想演一句 让一些美女 就是让一部分企业家给我留灯 虽然我会得到很多批评 但是我相信 这些美女企业家也会 有一种就是怜悯的心态 去给我留下灯 就是这种心态 这个我来劝你一下 给你踩个刹车 在台上面试老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分寸 皮 皮在分寸之内叫皮 皮在分寸之外叫油 就是你刚才之所以 这些老板给你稍微开始减分了 就因为你在皮和油之间 没有转换好分寸 那为什么你油起来那么可爱呢 我有分寸 哈哈哈哈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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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